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译了日军要偷袭珍珠养的情报呢 让一向傲慢的美国人也挂不散开 从而呢 挂上美国的这条大土腿 风光了 天有不得风云 就在戴烈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时候 一件惊天意外的发生 却让整个江山帮啊 都感到了大厦江青的似似海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1946年3月17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 所有的党政要人都预会出席 大会延续到了下午20 方告结束 美光灯是一直接着一直的闪烁 所以完毕的中央委员候补员们的拍手鼓掌 老蒋呢面带微笑 挥手给大家抱歉 毛人凤看着老头子步入关车 安全离开 才放心地回到军统国家湾 但不可能细心的人已经发现了一个奇怪了 是什么呢 蒋介石这边上的人怎么是毛人凤呢 不应该是戴笠吗 原来啊 每次有重要会议召开 戴笠都毕竟亲自到场负责领袖的安全 从无间外 那么这次号称蒋介石最锋利的配件的戴笠 他到哪去了呢 干什么去了呢 难道还有什么事情会比领袖的安全更加重要吗 不错 我们是很奇怪 但是呢 有一个人他并不感到奇怪 就是猫人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任务他就是戴笠指派 而老板的确是去做一件大事 已经关系到江山帮 甚至整个军统生死存亡的大人 所以下午两点会议结束 毛人凤回到办公室 接到了军统唯一的女少将江一英的网络 今天还没收到老板的例行联系呼号 早已过了规定时间 怎么回事 毛人凤呢也并不懂得在意 甚至呢还有一点沉浸 正在为这领袖安前马后的新闻当 他想 看他是老板 狼马 也可能是因为老板的那点事 说不定这时候还在温柔下 直到下午四点 重庆军统总部突然就接到上海发来的一封绝密电话 戴笠和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神秘失踪 毛人凤 军统少将秘书 戴笠指定的留守军统总部的负责人 真是 可有点烧极了 马上面临重庆 电讯总台 向上海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特务发出了紧急指令 尽全力寻找戴笠和他专机的下落 一直到晚上八点 戴笠专机 还是很急 毛人凤这个慌了神了 亲自跑到了机要室 向沿途各地的军统外行单位发言 就老板行动的问题要求 极可能 于是从上海南京起南青岛再到天津北平 老板可能去的地方都问了 却都没有耐心 时间 一分一秒 这一夜 对于堕落在雾都重庆罗家湾的军统总部来说 那是特别的漫长 急促的发爆声 咕咕的响动力 更让这个夜空 显得进进下 军统呢 确实也是挺多的 很快 戴笠失踪的过程 那就呈现在了毛人凤的面 也就是在17日的上午 11时45分 青岛仓口机场大舞赛 而且呢 目的地上海的天气也十分恶劣 但是戴笠仍旧坚持自己的专机 DC47型222号飞机 按照原计划签 没有雷达的飞行员 得知上海机场暴力不住 于是呢 转飞南京 但是 那里也是庞泽当的 雷电岛 空军呢派出了四架飞机岛 但云层太低 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 飞行员 向地面发出了两次进行 第一次 222号专机准备返队 第二次 仍你在南京江湖 13点13分 该机发出信号说 他们正在加入 接着联络 但是 时针就定格在了13点13分 也就是说 13点13分后 戴笠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特工王 却以最神秘的方式在南京附近 施动 之后便再无联系 直到18日早上8点 仍旧没有任何有关戴笠的消息 毛人缝 心知不妙 这件事件 恐怕自己就扛不住了 于是 一边严令手下绝对保密 不准走路 风声 一边心结火燎的驱车飞驶 委员长 黄山关顶 当面呢 向蒋介石汇报 详细的情况 从表情上看 蒋介石显得很吃惊 伸手抓过电话 拨通了航空委员会 主令查询 结果呢差不多 222号飞机 在南京附近 神秘无事 蒋介石也特别着急 你派一个将级干部 带一个电台 带一个医生 坐飞机沿途去找 只要找的 发现有他的飞机残骸 就马上跳伞下去 不管什么地方跳伞下去 把他受伤了 就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样 蒋介石 随即呢 又亲笔写了一张手令令 无论何人 不准伤害带领 各军政机关 地方政府 如发现带领 应负责 妥为 互送出境 此令 三件事 为什么会这么重 还要亲自写下手令呢 难道各军政机关 地方政府 还有谁敢不卖 这个军统代老板的账目 再来 虽然国民党占领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 但是呢 在其郊区以外的广大地区 就是咱们的华东解放区 这华东解放区啊 南滨长江北跨交际路 东临黄海西雨 禁忌文遇解放区 其相邻 他直接就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心脏 蒋介石呢 曾经多次要求中共撤让这块地区 但毛泽东等领导人 高瞻原本就没答应 如果代理专机在飞往南京途中破降 就极有可能是破降在了这个地区 蒋介石就担心了 如果代理落在中共的手里 那后果就不堪认 因为代理派到你 实在是不态 蒋介石的担心 毛人更可以 所以呢 一流鸭就回到了罗家湾的部 马上夺手安排孙国 就在准备出发的时候 罗家湾门口突然发生了一阵 不正常的宣伙 大家突然变得高兴下来 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一下和这个代理 形影不离的贴身秘书毛中兴 和警卫贾金男回来 那他们就想了 代老板自然也应该回来 很快毛人梦就发现 这只不过是空观性 当时他们也很差 他们就问他们代局长 他们也很难 代局长没来 原来后来他们告诉 他说当时 没跟代理一起 因为是多了十几箱字画 代理让他们跟着字画 没有让他们两个 做一架分析 毛人凤这人 性格呢 可就跟这个代理不一样 看起来呢 总是笑嘻嘻的 像个笑面虎 其实啊 心细无私 他一想 这不对劲啊 老板虽然好色 但对财 可不怎么感冒啊 他怎么可能把那些珠宝 比自己的性命 看得还重要呢 于是 他就把这个毛家 两位秘书叫到一边 细细的加以盘位 没想到 这一问不要理 却问出一个 吓出他一身冷汗的心情 毛中心就讲了 老板离开北平时呢 王仆臣就领着 众多北方局的军统干部 去机场送行 老板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并且呢 很动感情的说 下不为例 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什么意思呢 普普通通的送行 你说知道如此动情 再说 把从不离生的两大秘书留下 真是为那十几箱的古董字画 老板举动反常 莫非是临走的交代 可交代完了又该去哪里呢 难道 这难道后面的问题啊 毛仁凤想都不敢往下想 毛仁凤觉得啊 戴利要是被共产党啊 他倒不怕 因为当时呢 贵州西风集中营里面呢 关着好多的共产党的高级杠 他觉得十个换一个 那也可以把戴利呢给换回来 但是戴利他要是主动投共产党的话 那后不就不敢上想了 为什么毛仁凤也会这样想呢 我们都知道 毛仁凤和王浦臣一样 都是戴利的小学同学 对戴利的脾气那是太了解了 俗话说 狗急了也会跳下 这戴利真的要是被逼急了 他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而且毛仁凤对这半年来说发生的事情 那也是了如指掌啊 戴利可能主动投共 原来如此 怪不得前面蒋介石的反应那么强烈 什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原来蒋介石真正担心的 居然也是戴利会主动投共 那么这半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能够逼得戴利也要叛奖投共呢 戴利有事故是真的选延安呢 待会儿再告诉你 戴利专机神秘失踪 种种迹象竟然直指延安 难道戴利真的要放下屠刀器暗投明吗 又是谁竟能逼得戴利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经典传奇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戴利专机神秘失踪 蒋介石和毛人凤都怀疑戴利 是不是去了解放区 甚至是延安投过 他们是当局惹青 却也让我们这些旁观者迷了一会儿 这你就要问了 你说像戴利这样一条 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负责特务组这二十多年 还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像这杨敬佛史亮台西红昌等等的爱国志士都是被他给杀的 这江山一百本性难以啊 你说他怎么可能会弃暗投明呢 这个吧 我们需要来说一说 这半年来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 什么事呢 1945年8月28日 山城重庆迎来了几位重要的客人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 王若飞一起 经过四十多天的金虎谈判 十月十日 国共代表会议纪要及双十协定正式签讯 第二天 重庆各主要的报纸都在显眼的位置 全文登在了协定的内容 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人们是奔走相告争相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军土国家玩的本部 却是一片沉静 为什么 因为双十协定中民文规定 强调民主取消特务机关 带令拍着当天的报纸 那是报仇的 更要命 现在自己呢 已经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的 但主子蒋介石 非但不出来冲腰 竟然也有了 是在那周连锅端的这个军统的意思 喜欢听二十四使的这戴笠 他自然也知道 鸟尽攻藏的这个 要是这时候呢 他拿着知道蒋介石所有勾当的筹码 一不做二不休 到解放区去腰身一变 说不定也能求得一个放下独刀立即成佛的大团圆的结局呢 这一点可能蒋介石和毛仁凤当时都这样想 但是毛仁凤这人的心思整佛 他想的更快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蒋介石必然会恼羞成功的 秋后算账 整个军统呢就要大难免除了 像我毛仁凤这样的江山人 亲信和亲信 那更会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这种最可怕的后果 毛仁凤那是越想越心思越好 直到18号的下午5点 江一英接到南京法来的紧急报告 说是陆军总司令部情报处转来消息 证实昨天午后 有一架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境内 坠毁 接到这个报告啊 毛仁凤终于是回过神来了 但同时呢心里也咯噔一下 一种不祥的预感 永远 一边的安计划派出了搜救人员 一边的焦躁不安的等待各方面的消息 晚上十点多钟 罗家丸突然响起了电话铃首 侍从事呢 说是尾坐即刻要召见毛仁凤 毛仁凤是拔腿就走了 到了皇上官邸的时候呢 侍卫官一反常规 直接就把毛仁凤呢 领到了蒋介石卧室前的小飞客店 毛仁凤走进屋子 蒋介石十分沉痛的样子 半天不说话 毛仁凤呢 他也不敢问 这边空气无动 整个房间呢 只有毛仁凤的喘气声 过了半晌 蒋介石突然转过身去 很低的声音 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学生 毛仁凤当场就痛哭了 其实啊 毛仁凤在哭着的时候呢 这脑中就想过了无数的念头 我们都知道 当时军统的触角呢 可是无处不在 他就想啊 军统的特工到现在 还没有实施现成的报告 这委员长为什么就已经那么肯定 戴笠已经摔死 大头呢 就是大头 一下子呢 就把我们的疑问呢 都想过来 但是 毛仁凤这人还有个特别 那就非常能忍 军统的人很快赶到戴山 一个坐落在南京西南的 不足两百米高的小山 大量的证据表明 在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削胶 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 是戴笠的事 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 根据特别的牙板 羊毛内衣残片 以及梅勒斯四年前 在重庆送给他的 三八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 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 过了几天 官方给出了一个正式的说法 本月十七日 国家军事委员会要求 与局长戴笠将军 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 飞往上海 飞机在南京西南郊外 戴山昆雨沟 坠于而死 据悉 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 并于二十二日装备 戴笠的藏 威牧 蒋介石的合戏 还亲自钻起 上连事 雄台冠群英 山河成青 藏无忌 意思是说呢 戴笠才能出入 帮我做了很多排除疫情的事 家军委 其果从天降 风云变换 痛心 意思是说呢 没想到呢 却因为天气不好 飞机失事 你却死了 我好心痛啊 还别念纪文 便哭得个稀里哗啦 慢说呀 事情到这时候呢 就告一段了 我们都确定 一定已经肯定了这件事 那就是戴笠死了 对 是死了 不是隐居去了 也不是飞到延安投空去 但这官方公布的死业 也就是因天气恶劣 坠机身亡 很快呢 就遭到了各大媒体的制议 相反 种种关于戴笠死因的传言 就像山城重庆的大雾一样 弥散 当时啊 国民政府掌控的几家媒体 还别有用心 想把这屎盆子呢 扣到共产党的身上 中央日报 在3月24日就报道说 据有关部门透露的消息 多久前 被释放的重要共产党领导人 叶挺将军 也在飞机上 在飞行中 据说呢 叶挺和这个戴笠争执起来 并拔出了各自的手枪 随即呢 而起的这个射击 导致了飞机着火 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我们都知道 叶挺将军呢 是1946年4月8日 因这飞机失事而罹难 这个戴笠死的时候呢 我们的叶挺将军呢 可是活得好 还有人 飞机坠毁 那是共产党的破坏 这个说法呢 倒是过得去 你想想戴笠这个双手 沾板的鲜血的跪的头 谁不想亲手宰着他呀 另一个猜测 美国战略情报局 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 这个看法认为 戴笠专机里 一种气压剂的保险丝 被做了手脚 它被调成 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 有人坚信 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 因为日本人投降后 戴笠呢 和他的部下飞往北平 是去组织一场 对所有汉奸的大清洗 所有人感到这将是一场 没有正义的大主戏 所以呢 美国人决定 干掉偏激的 带笠 众种传言 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共同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 人们不相信 那座海拔只有200米的小山 和所谓恶劣的天气 会是杀死戴笠的凶狼 那会不会是天意呢 难道真的像民间传说的那样 戴笠 命中注定要死在戴笠 雨农一定得困在困雨沟 他就和这小说里面凤厨 他死于落凤灰一样的宿命 当然 这也是茶余饭后的权子 怕是迷信 咱呢不推荐 其实 所有军统江山帮的人 也认为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究竟又是谁 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对戴笠下手 而且还做得这么天衣无缝呢 回来 再告诉我 戴笠天气恶劣 坠机身亡的死因 不能浮动 那么 又是谁 竟然能够制造这么天衣无缝的 坠机阴谋 并把这场迷天大案 掩盖得如此巧妙呢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播出 前面呢 我们讲到 不仅当时全国都被戴笠之死的官方版本 不怎么感觉 而且呢 军统江山帮的人也坚信 老板的飞机 肯定是被人做了手脚 那么 这个做手脚的人 又是谁 你要知道 一个美国作家曾经这样的调整 说他能够轻而易举的逃脱对手 159个变异的追 因此 戴笠呢 还被人吹捧成了 高强物 而且 这次戴笠对自己的行踪 也采取了十分严格的保密措施 预先不宣布计 大约每隔两小时 用密码呢 跟毛人凤单线联系一次 互通情况 为了防止对手窃听 举本部的代码呢 也做了不寻惯例的改动 由江乙英少将负责收听 过去啊 按照戴笠命中缺水的这个 生客的这个原则呢 多以含着水的字眼呢 作为戴笠的画面 诸如徐清波 沈佩林 红苗 那么复合水火相继的名字 这一次呢 秘书啊 故意拟了一个离水入山的名字 叫高崇岳 这毛人凤就觉得呢 有益于保密 没提意见 便认可 那到底是谁 有机会对戴笠的飞机做手脚呢 自然 嫌疑最大的是他的随行人员 但是在戴笠飞机上的随行人员 那都是他的手下 有军统的官员 有他的保镖和翻译 还有他的好朋友 这些人跟戴笠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们无缘无故 那自然不会去冒险刺杀戴笠 那更不会和戴笠同归于尽呢 那除了他们 还会是谁呢 毛人凤的脑冻 突然就想起了一个人 谁呀 说出来您也不行 讲解 没有听错 戴笠不是号称蒋介石最忠心的配件吗 他怎么可能把你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对 您没听错 好 我也没说错 当时呢 毛人凤首先想到的就是戴笠的顶头上司 讲解 为什么呢 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戴笠自己讲的一句话 他说呀 我如果不死在共产党的手里 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毛人凤间歇 老板的这句话肯定不是空虚 在前面呢 我们也讲到 这时候的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 那么这个裂痕到底有多深呢 竟然一下就让这个蒋介石怀疑戴笠去投共了 一下又让毛人凤怀疑蒋介石做掉了戴笠 应该说 起初戴笠追随蒋介石 希望从蒋介石内里呢 得到政治依靠 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提供一个有力的捕捕 蒋介石则想利用戴笠的这种忠心和才干 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此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 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 言听计从 这些呢 都是事实 但是 整个军统局在抗战的后期 他的力量呢 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庞大的力量 戴笠军统局本部和他的外围组织 直属的人员 已经超过了五万 他的手上还有十几万的武装 而且呢 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所向拼命 他的军统特务们也只听戴笠 不听委员长 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 当然 最直接的冲突 那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这个事 其实呢 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吧 调查局撤了 蒋介石不会给戴笠安排一个更好的位置吗 他照样可以为他老蒋卖命 但是结果怎么样 戴笠先是谋求警政部长这个位置 但是蒋介石说 这个戴局长不是昏了头了 那就是另有所谋 这话很严重 要命的是 还没人把这话呢 传给他人 后来呢 又想当这海军司令 蒋介石呢 也毫不犹豫的拒绝 最让蒋介石 进入新的时代 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呢 可调 不说搞得火热的这个 中美特种技术 特种 也不说罗斯福在蒋介石面 这大蒋介石的戴笠如何 就说这个海军司令 那也是美国人出头替戴笠提 蒋介石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戴笠想要成为中国的太上皇 超过我 那么你美国人是不是就是支持戴笠呢 你还别说 蒋介石这一点呢 还真是有信念力 美国人看中的是 还不带中国的利益 你蒋介石再帅美 后来呢 美国三年 美国人就抛弃了 能够支持自败 而是贵心的胆将 离开中国人 才逼得这个蒋介石 这日后 咱先不及 不过呢 你想啊 蒋介石要是撂到了这一招 那是特别的事 一旦弄了杀戏 那代理本事在哪 他也从不蒋介石的手里 这样一场天移无垢的军机事件 似乎就顺了 张的心 哦 我真是这样 那这仇 就是打过的 还是只能往这肚里 现在老板挂江山帮 那要靠自己来看 只有十年 他我可得一个字 人 也许是黄天帮父有新人 也许是这毛人帮他确实一岁有两把刷 没过多久 还真让他给找到了一个通货 是什么呢 一把烧焦了的龙泉帮 并顺藤摸跨 终于找到了代理之死 真相 真兄找到了 那接下来 自然是江山帮的 疯狂 复仇 一支后支 明年中五十二年将会继续 经典的一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